最近OpenAI推出了Deep Research的服务 这项功能能够帮助用户查询网络资讯 进行分析 最终生成专业的研究报告 这项服务跟Properity还蛮像的 但是功能更强大 它将问题拆解成多个面向 进行资料搜寻 并透过推理模型 将资料整理成更专业的分析报告 下面我们会利用DeFi完成一个简单的网络爬虫与重点分析流程 后续可以进一步优化 打造属于自己的研究分析A群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流程 主要中间会有一个ESA去网络上爬取资料 爬完资料以后送给大员模型来去做分析 这样子就可以产出我们一个专业的网络查询的报告 我们先来执行一下 就来问企业如果要安装本地段的大员模型 硬体设备的需求 问题送出去的时候会去网络上爬资料 在思考的过程它也会写出来 我们是使用DeFi的R1模型 所以它会把思考的过程列出来 资料还蛮多的 因为送给大员模型的资料就非常多 它思考的过程其实也会比较长一点 那接下来这下面就是它的解答 所以它会根据设备的需求啊 然后网址也会列在后面 一般来说如果你要去企业运行的伺服器 通常等级都会比较高 所以它这边也会列的比较详细一点 最后还会做一个总结 重点是最后面这里 所有参考的网址 通通都列在参考资料这边来 这个就是低配版的Deep Research Deep Research它其实找的资料 或者是它研究的内容非常多 因为我们现在使用推理模型才可以让这样的结果完整一点 最后完成专业的报告这样 好接下来我们在Deepi开启一个模仿Proplicity的一个流程 它的逻辑很简单 我们就是去网络上先查资料 查完资料以后啊 再把它丢给大员模型 最后帮我们去得出结果来 其实就这么简单 前面这个节点 目前在Deepi上面没有相对应的功能 只好用一个HTTP的请求 为什么我们在HTTP的请求前面还要再多一个节点 在HTTP里面必须要去看它的API是什么 再来它的相关的参数要打什么东西 最后是Json的资料 就是我们要送给这个API的内容 Json的资料如果你直接打在下面 比较容易会出问题 因为它会有一些带入的问题 最好在前面我们先透过模板转换的功能 直接把它写在这边 如果有需要带参数 我们就把参数直接放在两个大括号中间 把亏率带进来这个亏率是指我们一开始提问的内容 透过这个大括号的方式当成参数加入这个模板 在后面这个请求的时候直接把这个节点它的输出直接放过来 这样子资料就不叫不会有问题了 这个HTTP的内容要怎么样去取得 ESA它的API网站上面它就有这种说明跟测试 透过它的搜寻功能可以产出很多资料 它可以提供网址提供它的Summary 甚至你要产出全部的文章也都可以 如果全部的内容都要产出来 有时候会资料太多了 这边我只是先把它做一个总结 那它连总结这笔都可以 透过大语言模型去写说分析内容做出总结 但是需要包含相关的时间地点人物之类的 重点要列出来 我们最后要怎么样把它写在DeFi上面 我们可以在参考这边的CUIL 基本上就是我们会送给这个API的资料 所以像它前面有三个header 还有这个key的部分 header的部分 其实我们就是把它写在这里 一个header两个header 那再来就是它会有一个key的部分 那key其实我们比较不希望直接显示出来 它这边有一个健全的API key 那健全API key我就可以直接打在上面 这边有一个API key 那这边有一个barrel的方式 然后我们再把key放在这里来 这样子就可以完成我们的前面这几个header的设定 那再来就是我要去送给它的body的资料 这个是json的格式 底下就是选json的内容 资料就是从前面这边转换过来的资料 所以这里的内容就跟我的底下这边一模一样的把它打上去就好 那唯一的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query的内容就是我们前面的提问嘛 好所以我前面才讲说我们前面的资料 好这个query的东西是透过这个上面的变数带进来的 好所以这样子就可以简单的完成我们的一个API的呼叫 好当我们把这些资料啊送给大语言模型 好那大语言模型 好这里就是在前面把这个http的请求拿进来 好那拿进来以后啊 其实我们底下要把它加入这个系统提示词 好所以会把上面这个东西放进它的上下文 好那这个上下文这个标签 其实是一个它的特别的用法 好这边我们可以透过上下文去把上面的内容直接放进来 它上面提供的资料有可能是正列或者是其他格式 透过这个内容通通都自动做转换 所以这个文就不用烦恼 放在这边来就好 重点是底下几个提示词 好提示词这边文就写说请分析它的上下文 如果提问无关 这个很重要哦 有时候爬虫它会爬不到内容 必须要加上这个 如果内容无关我们就要忽略掉 每个段落最后需要放上参考的网址超连结 加了以后啊 我们在回答的内容最后都会放上一个超连结 好我们就可以直接点进去看资料是不是真的从那边过来的 最后要输出我的来源网址还有摘要 并显示为参考资料 最后这边就是会有参考资料 好所以我这样子打完以后 它就可以自动帮我产出格式 大语言模型现在非常厉害 它可以去分析文的资料 然后去产出内容 重点是最后一个 如果这个没加 它就会用英文或简体字来回答你 好所以这边特别写一下 请你以繁体中文回答 那最后我们必须要把一开始的问题 再把它放在user plant里面 这样子简单的一个流程 好那最后输出的时候就跟一般的一样 我们直接把前面的大语言模型的资料把它放过来就好 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模仿文 propriety 输出 方向参考连结方式的做法 那希望这样的流程 可以帮助到各位 其实大家都会知道 就是大语言模型的内容 如果你没有特别去跟他讲说 要从网路查 或者是说要去真实的资料 有时候就会开始乱摆 好所以做这个流程的时候 如果可以辅佐他 在他从这些资料里面去分析内容 然后去解答 这样子他的资料就会保证是 从网路上抓到的内容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介绍 希望有帮助到大家